从去年开始,很多记者会都改为线上记者会 这样对彼此都有安全的保障 今天6月28号,东京奥运会倒计时25天 山下太域日本奥委会主席在上周五换届选举中 再次当选日本奥委会主席 今天在东京的外国特派员协会召开记者会 东京有两个记者协会,一个是日本记者协会 外国媒体也可以进入 另一个就是这里,外国特派员协会 这里的记者会都是有英文同声传译的 所以来这里的外国媒体特别多 日本搞大选的时候,各政党党首讨论会 也会在日本记者俱乐部还有外国特派员协会都来一遍 扩大在海外媒体的影响力 外国特派员协会搬家之后,非常的优雅 它的地理位置也厉害了,就在黄菊周边 掌柜里这台摄像机是我们的资深摄像师捐赠出来的 CP-16胶卷摄像机 他用过6代摄像机,现在他已经半退休状态 这些台标都是他曾经效力过的海外媒体 这里还有我们上海东方卫视的台标 墙上这些都是曾经在外国特派员协会开过记者会的人 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的 给安倍选了这样一张照片 这里已经是第二道入口了 也还是摆放了酒精消毒液 今天的会场不大 我们今天还特意带了长焦镜头,绰绰有余了 我们的摄像师姓桑明,日本人 他这个姓不多见 据说祖上是住在三重县 当地有一个桑明市 日本人的姓氏和地名多多少少都有些关系 这位伙伴特别爱网购中国的灯光器材 他说中国产的设备功能强大 而且还都是LED的 我每次见到他都会问他又买了什么 今天他告诉我说又买了一个中国的灯 以后再拍室内外光线反差大的专访 他可以把人物和窗外的风景同时拍得很清晰 这位在地上贴胶带的妹妹 她是在完成排线工作之后 怕线路半倒人 当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家的线路 记者会开始前就要贴好 当然记者会之后也要撕干净 后面提新摄像机当中有一台是直播用的 记者和一般民众都可以在线看记者会 以后技术再厉害一些 发展出可以自己总结评论记者会的人工智能技术 记者会就彻底不需要记者 就搞直播就可以了 现在网红已经成为日本孩子的理想职业之一 东京还专门开设了一所培养网红的学校 教授拍摄编辑 特别是如何吸引点击率的方法 今天是山下太域就任日本奥委会主席之后的 第一次记者会 山下太域表示日本代表团已经有95%的人 完成了第一次的疫苗注射 对于实现安息安全的奥运会非常有信心 但是因为有此前乌干达代表团的先例 注射两次疫苗之后依然在入境的时候被确诊 所以日本舆论依然对安息安全的奥运会持怀疑的态度 记者会第一个环节是满足纸媒摄像师的需求 然后是靠墙占的电视媒体的拍摄时间 记者会开始之后 首先是日本奥委会主席山下太域的陈述 然后是记者提问 上海東方テレビ東京市局の 総と申します 会長さん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先週金曜日再選されて 小池知事と話しされたんでしょうか それと元組織委員会の元会長森さんと話しされたんでしょうか お元気でしょうか どの話しされたんでしょうか お願いします 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先週金曜日に私が再選しました 日本オリンピック委員会長 それから小池都知事と連絡は取っておりませんし 森組織委員会全会長とも連絡は取っておりません 私が会長に再選したということよりも 一日も早くお元気になられて 笑顔でまだまだ乗り越え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 課題が多い中で お元気なお姿をお見せしていただけることが みんなにとっての安心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今のところ連絡する予定はないんですけど 必要があればまたその報告はしますけど 新しいスタートで 新しいメンバーの 今回30名の理事のうち 17名が新しいメンバーなんです そっちの方との連携をまず優先して や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よろしいですか 冬季交易会倒计时25天 愛知县、祈福县、三重县、三個县的知事 聯名要求日本政府指定機場海关检疫单位 对密切接触者实施隔離管理 目前日本海关都只筛查感染者 其他人放行 同機以及同行的密切接触者 就甩给各地的保健所 必然会有传染扩散的隐患 三線知事要求政府承担起責任 負担判断和隔離密切接触者的職責 別再把密切接触者 就那么大力烈的放行进入日本内地 今天菅義偉視察了 雨天机场国际航站楼的检疫区 他强调说 要避免奥运会相关人士 入境时与一般民众的接触 但是对奥运相关人士中的密切接触者 今后是否还是由海关检疫 负责统一管理 在机场周边隔离还是没有定论 日本舆论也都很担心 也很奇怪 如果密切接触者也进入奥运村 那么闭环管理还有什么意义呢 运动员的健康又还怎么保护呢 大阪知事很生气 千叶县成田机场对乌干达代表团的密切接触者 就那么大大力烈的放行 让他们进入大阪 所以他说了 以后关西机场进来的他也不管 都放进来 感谢您的关注 东京奥运会倒计时25天 我是上海东方卫视 东京站记者 松看看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故